对于小罗伯特唐尼这个演员绝大多数的网友一定不会感到陌生 虽然他也是早早的就出道了 而且在好莱坞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但是他真正被中国观众 我们熟知还是凭借着钢铁侠一角 他饰演的钢铁侠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将这个角色刻画的是淋漓尽致 成为了众多影迷心中最为经典的形象的 如今的他在好莱坞的影响力和道恩强森以及范迪赛尔 自然也是不分上下的 虽然小罗伯特唐尼将钢铁侠这个角色塑造的非常成功 但是他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员 无疑还要在很多别的电影中扮演其他的角色 不过他拍摄的《漫威以外》的电影可就不是那样的成功了 尤其是他拍摄的法官老爹 这部电影的票房就是非常的差 导致投资人不仅没有赚钱 而且还赔了非常多的钱 虽然他的粉丝都看了这部电影 但是还是很难挽救这部电影低迷的票房 法官老爹这部电影其实也是投了有5000万美元 但是北美的票房却只有4700万美元的票房 而在海外则是有3700万的票房 加起来的话这部电影在全球则是有8400万的票房 其实这部电影的投资也不低了 而且小罗伯特唐尼在剧中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 但是票房却是非常的惨淡 而这部电影的失败 无疑也给小罗伯特唐尼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其实这部电影的失败也不能愿到小罗伯特唐尼身上 毕竟他的演技真的是非常的好 但是这部电影的剧本实在是太差了 烂番茄新鲜度仅48% 这样的成绩无疑也是非常差劲的电影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部电影在亚洲的口碑却还不错 很多亚洲的观众看完这部电影都还觉得这部电影还不错 剧情还挺有意思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